ACP-191 机械女孩 项目等级 SAFE 偷送措施 ACP-191 目前被安置在赛17的一间6公尺乘6公尺的房间内 迄今为止 ACP-191 还从未对家具或娱乐提出过任何要求 当前的家具包括 一个木框床架 15公分厚的床垫 以及免值的床单和毯子 所有的床单都需要在每天早上按照标准程序进行消毒 床垫每6个月更换一次 就床垫分会处理 一个标准的220伏特电源 附带一个位于房间外的紧急保险盒 保险丝 断露起以及手动的飞绝缘闸道开关 一个标准的有害废物处理单元 处理固体和液态废料 排废管直接与焚化炉相连 ACP-191的穿着为宽松的纯棉制无锈服装 每天提供一次新的衣物 根据标准程序对穿过的衣物进行消毒处理 每天晚上进行一次沐浴 浴缸专用窜入小苏打粉的水 每天摄入两次食物 使用荣有维生素、矿物菊、抗生素和清度麻醉剂的生理实验水 由颈部后方的金属管进行注射 ACP-191具备一定程度上的自理能力 包括排废废料和给体内电池充电等等 能量消耗的情况需要被随时记录 并且需要向监督人员汇报任何异常的电力消耗 在沐浴后 需进行对受伤情况的每日检查 当ACP-191需要医疗照护时 在进行照护前 需要参照191α文档 特殊医疗需求和191α附加文档 对非有机部件的维修 任何人和ACP-191接触时 室内都需要最少两名武装前卫在场 不过为了隐私起见 可以使用半透明屏风 标准的电脑反制措施对ACP-191无效 因为ACP-191的部件都经过抗电磁脉冲的强化处理 描述 ACP-191是一名人类女童 估计 最左右 推测其为 博士 多次手术实验的实验品 脸部左半80%的皮肉和头骨都被移除 眼睛和耳朵被复杂的接收系统所替代 不仅能够接收与传输一般的视觉和听觉输入 而且还能感知宽波普的电磁辐射 从低频无线电到高频的γ射线 下额 牙齿 咽喉都被移除 并移 替代 时到则被导引至颈部后方的一个孔洞处 气管也被导引至一个空气过滤系统里 因为这些替换 ACP-191无法进行言语交谈 尽管报告称 其偶尔会用急速的呼吸发出哀伤的声音 在右前臂置入一个输入输出装置 替换掉该位置的牢骨和齿骨 这个装置还有多种新式和旧式的连接装置 Bloco USB 以太网络 FireWire DIN连接器 和其余七种未知的连接装置等 这个装置可以通过拉开右臂上 如同袖子一样的皮肤进行连接 在大脑内植入一个24核心的处理器整列 负责将一些人造部件的输入进行翻译 这允许ACP-191在不借助外部界面下 进行电脑资料的读取和写入 体内的资讯交流通过植入在神经胶石细胞 和整个神经系统内的光纤进行 植入手术对脑干和小脑造成的损伤 严重地损害了ACP-191的行动能力 右手和右前臂都被人造部件所替换 主要由钢铁、碳纤维 以及一种成分未知的聚合物所组成 组织的铺路区域容易受伤和感染 由于脊髓丘脑筋受到的伤害 ACP-191的肢体对于疼痛和温度的感知较为迟钝 博士的改造手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痛苦 但其依然需要每天使用抗生素和疾痛药 肺、心脏以及主要的血管都被机械类似物所取代 这个系统能让ACP-191的身体系统在死亡后重启 事实上甚至可以 消化系统进行了完全的再造 使得一般的食物摄入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害 肺料现在通过背部抵触的一个排泄系统排出 形式为一种主要由组成的浓稠生灰色粘液 生殖器官、子宫、卵巢等一径移除并被 替代、根据的笔记 这一行为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移除非必要器官 以提供额外的空间 已经建议使用激素疗法来应对长期限期缺失所导致的后果 由于所可能导致的病发症 这一提议正在等待进一步的分析和评估 至少15种其他的目的位置的替换 根据这点以及那些有用部件的无序组合判断 可以认为它们仅仅是为了测试在其他实验坪上 进行次种替换的可能性 正在对博士是否在计划进行调查 目前对这些替换目的的任何推测 都只能停留在理论阶段 因为博士已经在回收SCP-191的突袭行动中死亡 而留下的实验记录 经由一个半烧毁的翻页笔记本 里面的内容由密文书写 并提到是为了更伟大的目的 历史 SCP-191在一次基因会特工和全球超自然联盟的联合行动中被回收 此次行动是针对 博士 一位 嫌疑成员的实验室进行的突袭 SCP-191是从实验室中回收的唯一一件实验品 其余实验品都在突袭中被毁坏 被 博士销毁或是被特检队作为敌对对象摧毁 初步评估的结论是 不可能实现完全的重建 使用的组件过于先进 一旦泄密将带来风险 并且考虑到 如果存活的话可能成为有价值的资料来源 对象被编号并于 被转移至 号站点 他和其余实验品的失踪都在之后被归咎为当地一位被捕 并在狱中等候审判时被杀的连环杀手所为 附录 191-01 对ICP-191能力的测试已经开始 LS博士的心理分析评估 ICP-191对于说明反应温和 它抱持完全温存的合作态度 并且当无人与其交流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全所有作资 这可能是伤心的吉祥 但更可能只是为了躯体的舒适 因为它的躯体活动非常困难 精神敏锐程度仍然有待考察 尽管当与电脑系统连接的时候 可以进行迅速的资料分析和交流 但它似乎和人类性性一般谈话的时候 难以进行交流 除非谈话隐速缓慢 并且使用简单的词汇 如果是复杂的任务 除非对其进行逐步的讲解 否则也无法执行 它的情绪稳定 尽管有些难以理解 它一直表现得很忧郁 除非被要求 否则不愿和人发生事件接触 并且引入任何幽默和欢乐情绪的尝试 都徒劳无功 但是 它也并没有任何精神抑郁的症状 并且生成感觉良好 迄今为止 SCP-191 没有提出过任何想见 它被绑架之前的亲属 或者获取相关资讯的要求 实验记录191 备注 这是一份探索SCP-191能力的测试记录 请记住 SCP-191是一个研究工具 不是一个娱乐中心 任何涉及游戏或娱乐技术方面的测试 应当以专业的方式进行 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休闲娱乐 或是 测试项目 Pand 一个常见而简单的绘图程式 指示 透过USB槽与一台电脑连接 并使用 Pand 画出特定的图像 结果 SCP-191立刻模拟了滑鼠与键盘的功能 当向其展示出任何照片和图像时 191能够在几秒钟内 使用铅笔工具 画出与原图相似度极高的图像 值得留意的是 当测试结束后 SCP-191仍在继续绘制其他的 Pand 档案 SCP-191本身对此表现出了惊讶 并且打开了一个文字档案 表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仍在继续绘图 被发现的图画已知有 三个穿着疑似GOC制服的人 站立在燃烧的办公室内 都持枪对准了一个在办公室另一角的男子 男子朝自己同步开箱自杀 其脸部却被血迹所掩盖 一名孩童正在和一名成人玩不给糖就导弹的游戏 孩童为女性 穿着类似布里斯卡洛夫的科学怪人服装 而该名成人 测试项目 电子游戏 指示 尝试模拟未遥控器的功能并游玩该游戏 结果 测试刚开始时相当糟糕 ISCP-191受损的运动能力 导致了两片光碟都在191尝试将其放入游戏主机时折断了 ISCP-191开始表现出沮丧的样子 并盯着光碟看 其眼睛发出的红光有一段时间转变成了绿光 当 博士带着一片新的光碟回来时 时间不超过两分钟 游戏已经在主机上运行 当 博士询问这是怎么发生的 一个讯息在游戏萤幕上出现 我看着那些一一和零 然后我读弃了他们 我很抱歉 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 但是我不想再浪费你的那些光碟了 请不要生气 ISCP-191似乎很害怕被责骂 尽管他已经被一赛保证 他的表现相当出色 ISCP-191完美的操作并通关了这个游戏 即使事实上 他并没有像正常使用V的遥控器那样 做出任何质体动作 测试项目 某个知名的影片特效城市 一段由设置在员工餐厅的摄影机 录下了40秒影片 指示 使用广受大众欢迎的法医侦探影集 所采用的一系列影像优化技术 该技术在现实中其实是无法达成的 缩放距离和增强 ISCP-191被指示放大萤幕上停车场内窗口旁车辆的车牌号码 并渲染它们 这些号码是难以从这个位置去辨认的 实际的车牌号码已被拍下 以供参考 反向剪辑 ISCP-191被指示将影片画面进行缩小 在四个边流出间距100个像素的空格 并且在这些空白处 补上餐厅的这些部分看起来应该是如何 再次提醒 并没有关于这段影片的任何资料 切换摄影机 ISCP-191被告知餐厅内另一个摄影机的确切位置和角度 并被要求从这个摄影机的角度补足并渲染上一个摄影机无法看到的餐厅模样 从第二个摄影机拍到的实际影像已经被征用并作为参考 结果 ISCP-191期限无法理解指示 这使得 博士必须提供一个冗长的解释 并且在ISCP-191后方一次给予一个指示 大约数分钟后测试才得以开始 然而在ISCP-191开始后 只用了少于7分钟就完成了影片 其中至少了3分钟的时间是在看渲染的精度条 做放距离和增强测试 ISCP-191成功地渲染并特写了这些车牌 上面的刮痕和凹痕都相当逼真 然而车牌号码不符合匹配车辆的真实车牌号码 ISCP-191打出一行字 数据不在那 所以我只能用猜的 反向剪辑测试 ISCP-191扩展了影片的背景 填充了该空白处 还将这些额外的影像和原本的影像无缝结合起来 这些图像并不符合实际的餐厅外观 但再次提醒 数据并不存在于影片档案里 所以ISCP-191只能进行猜测 旋转摄影机测试 生成的这段影片完美的切合另一个摄影机的摄影角度 从C1角度中可以观察到的一切 都和在C2角度中相比配的细节非常吻合 就如同之前的测试结果 在C1中不可见的角度内的景物 都与实际相当不符 当中有一个桌子只能在C2角度内看到 在真实影片中是作者 但现在在宣传的影片中是作者 博士和特工 研究191的博士和监督191的特工 正在吃午餐和聊天 虽然原版的影片和SCP-191的版本之间 有许多可见的差异 但很多在现场的人员都无法立刻确定 哪个才是SCP-191制造的版本 以上就是SCP-191 简单说SCP-191原本是一位普通的小女孩 但是在被绑架后 经历了大量的实验手术 身体的大部分被改造成机械 活动能力因此受到限制 但获得了强大的电脑数据处理能力 不得不说是一个蛮让人同情的SCP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照顾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所有SCP-191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感谢观看